大家好 我是張文彩 歡迎收看天氣報告 今天天陰陰 遭雨好頻密 與一股活躍的海洋氣流有關 而在中午雨勢就最大了 各區普遍錄到有超過10毫米的雨量 而港島更加有超過50毫米 而天文台錄到今天的氣溫就是 介乎24.8至28.1度 6時氣溫25.1度 相對濕度97% 接著到天氣先生出場的時間 先看雨量圖 見到未來幾天 仍有大片雨帶覆蓋著華南 大家這天出場帶著把傘就穩陣 天文台預測大致多雲 有凌散驟雨及幾陣雷暴 氣溫介乎25至30度 吹和緩的東南風 而指望未來兩三天仍然有趙雨 但接近周末有一度高壓席 會在中國東南部建立 到時就會見多些陽光 而預測空氣污染水平 就是輕微至偏高 預測天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是5 強度屬於中等 最後看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氣預測 澳門雷暴 廣州和廈門是有雨 台北有趙雨 上海是多雲 北京天晴 首爾有雨 東京明朗 曼谷雷暴 吉隆波有趙雨 新加坡雷暴 雅加達有趙雨 胡志明有雨 馬尼拉都有雨 墨爾本明朗 星尼和布里斯班都有趙雨 澳克蘭就是天晴 紐約和多倫多都是天晴 溫哥華天晴 三藩市明朗 洛杉基天晴 歐洲 蘇黎世同巴黎天晴 法蘭克福多雲 阿姆斯特丹天晴 倫敦是明朗 各位這次天氣先講到這裏 拜拜